这绝对是二零二三年 这一拳最经典的印尼恐怖片 鱼鬼每次出现都会让人不孩儿女 整部电影充满活力 强烈见亚艾特你的大冤众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开始 小丁和小卡是最好的闺蜜 他们邀请了一群男朋友到家中聚会 那天晚上他们喝的那叫一个嗨 八个人喝了五百四十二点七七斤啤酒下毒 事故发生了 小丁去浴室想吐几斤出来 没想到卷毛也偷偷的跟着进来 在酒精的加持下 卷毛也露出了牲口本性 但很明显小丁不喜欢卷毛的 赶紧把他推开 吓得夺门而出 他临走前还叫了几声小卡的名字 但不见回应他迅速逃离了小卡家 然而 小卡第二天就莫名奇妙消失了 当他的母亲没一回到家时 他发现门不仅没有锁上 而且客厅也很乱 没感觉到不妙 便迅速寻找小卡 但没有看到女儿的踪迹 于是里还留有一丝血迹 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 没直觉女儿出事了 就赶紧给小丁打电话 可小丁自从昨晚离开以来 根本没有联系过小卡 他也不知道小卡去了哪里 只能说会把小卡找到的借口 搪塞过去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了 小卡还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没心急如焚 也无选择只好跑去问神婆 神婆拿着小卡的照片 烧在祭坛上 可他一问 却突然大惊失字 小丁得知这个消息后 来到卡拉加看望 梅依不能接受这件事 回家后 他立即放上小卡的照片 然后点上三主清香 想把小卡的魂请回家 但就在这时 小丁来看了梅依 但他一看了 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 小丁害怕的逃跑了 小丁刚走不远 就遇到了之前的神婆 神婆问他旁边的朋友 是否生病了 小丁仔细看了看周围 没有发现别人 但他的前脚一走 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诡异 不久之后 卷毛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晚上坐电梯回家 但电梯的每一层都会停下来 每一层电梯外面 都站着一个红色衣服的女人 而且一层比一层距离近 卷毛一看就慌了 这个红衣女子真想失踪的小卡 他迅速按下关门键 结果下一秒 发现阿飘战就在自己身后 卷毛刚要冲出电梯 但他的短腿终究被拉垮了 女鬼把卷发的身体拉进了电梯 却把头留在了外面 随着电梯的不断上升 卷毛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二天 小丁收到了一段卷毛死亡记录的视频 他放大了视频 发现门口还站着一个红衣女人 有点像自己的闺蜜 如此奇怪的死亡根本不像事故 小丁在卷毛葬礼上告诉朋友 小卡的鬼魂回来了 听了之后 几个男人立刻看起来不一样了 似乎故意隐瞒什么 回去的路上 小美很不安 觉得她应该告诉大家 那天晚上看到的一切 但她的男朋友阿强不想卷入其中 但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突然出现在前面 还没来得及 刹车就撞了上去 他们急忙下车检查 却连根毛都找不到 然而不远处 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慢慢地站了起来 阿强赶紧叫上小美上车 一踩油门 跑得非常熟练 然而 就在她稍微震惊的时候 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 如果女朋友没上车 旁边的人是谁 阿强回头一看 却看到了一张恐怖鬼脸 她吓得立刻跳了出来 但就在这时 一辆车迅速驶来 阿强瞬间隐喊西北 解决掉阿强后 女朋友来找小丁 这时 小丁的弟弟正起床上厕所 发现身后有个黑影 我想这孩子是第一次见过 他并不慌张 他还一步一步地向前观察一下